这是一台内置了M1芯片的MacBook Pro 而这是内置了M2芯片的全新MacBook Pro 我特地没有标注你能分出来哪台是哪台 非常显然在库存管理大师库克面前 你要让他换个模具 这真的是比登天还要困难 除非给他足够的这个 哇 What an amazing day 所以这次M2首发阵营里面 Air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只不过因为还没有样机 我们只能够基于这台MacBook Pro 来聊一聊M2芯片 其实每次发芯片 我都会把它当作一个机会 来和你讲一讲苹果ARM架构的现状 还有它的使用体验 毕竟我们公司非常投铁地选择了这一条不归路 大部分的同事目前都是在用M系列的芯片 在产出对应的内容 只能说我们用得越久 我们对它的评价就会越为两极化 喜欢的地方是真的爱不释手 但难受的地方也是真的痛不欲生 问题就是 这次搭载了M2芯片的Mac 它能够改变这一切 我们还是先快速把这次M2MacBook Pro的新功能给过一下 和上一代相比它的重量 轻了20克 并且支持了空间音频 还和Mac Studio一样 可以通过这个先进的3.5mm耳机口 现在可以推动高阻抗的耳机 这个功能会比我想的有用一些 尤其是我们公司有一些高阻抗的监听耳机 那现在不需要一个独立的画放 也就能够使用了 最后就是充电器从61W的USB-C多了6W 到了67W 然后就没了 2016年沿用至今的外观设计 可以听航母的屏幕黑边 不太好用的Touch Bar 以及少得可怜的接口 这就是这台MacBook Pro 其实别的不变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两个C口是我觉得最难受的地方 它完全对不起这个Pro的名字 你一个口供电 一个口接卡 好了 满了 你连个屏幕或者是外置的SSD都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用拓展物 就其实哪怕多这么一个MacSafe的供电 它的体验都会好很多 但是苹果就是不给你 那反倒是这个Touch Bar还是被留了下来 这个玩意我会更好奇你的意见 你觉得你喜欢这个设计吗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它还挺好的 我挺喜欢的 尤其是剪辑的时候快速切换模式 或者是时间线 那都还算不错 有意思的是在苹果猛推Touch Bar的 在英特尔时代它太烫还有适配问题 这一点都不好用 那现在M2倒是真的不再发热了 它也流畅了 它也好用了 可是苹果它又不要它了 所以大概率这台M2是最后一台 拥有Touch Bar的机型 那只能说是深不逢湿 所以外观讲完了就这么点东西 我们还是来看看它的内在 M2芯片 在参数上相比于上一代的M1 M2芯片采用了更先进的5nm制程工艺 比M1多了25%的晶体管数量 从160亿提升到了200亿 使用IOP DDR5 并且支持最高选配24GB的统一内存 但M1最大是16GB 并且M2增加了M1所没有的高性能媒体处理引擎 现在支持了ProRes、ProResRAW、H64、HEVC的视频编解码 苹果官方给出的性能提升 是整体CPU性能提升了18% GPU提升了35% 那我们也拿它来和搭载了M1和M1 Pro的Mac进行了对比 那在Geekbench数据库里面 三台电脑的跑分大概是这样 M2芯片在CPU方面单核性能强于M1和M1 Pro 多核性能与M1芯片相比 有接近16%的提升 而GPU相比M1的8核 M2变成了10核的GPU 性能提升在跑分上看着有接近50%的提升 但是你一旦把M1 Pro再给拖出来来看 在多核和GPU性能上 那M2还是会被拉开差距 不用指望它能超过M1 Pro 那从纸面参数来看 M2芯片的性能基本上是被定位在了M1和M1 Pro之间 那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在达芬奇里测试了三款芯片 对于不同编码格式素材的转码 与四条叠加视频的极限导出能力 如图所示 基本上和上面跑分排行是一致的 导出时间M1 Pro要小于M2 要小于M1 得益于M2特有的高性能媒体处理引擎 M2这样的表现还算是可圈可点 那其实我觉得M系列芯片用久了以后 我都已经忘了三年前 这个后期处理流程多卡了 所以我们这次还特地拖出了一台过去的i7顶配板 13寸的MacBook Pro来进行对比 那这个一看就基本没法比了 比例子都不对了 那在视频编码方面 M系列芯片是真的猛 我们也在Blender里面进行了渲染测试 结果同样是相差无几 那之前也有朋友说 你们怎么只测视频啊 所以说我们这次也在努力改进 这次还测试了我们自家的闪电分镜 Xcode的编译速度 哦对 我们的闪电分镜已经上线了 你有兴趣可以去体验一下 可以帮助你快速创作分镜非常不错 可以去试试 这个光速吟唱一下 那M2和M1芯片相比 虽说有所提升 但肯定没有对比英特尔芯片 成倍的性能提升来的惊艳 但是确实M2的功耗会比M1要更低一些 在播放一个小时的电影之后 M2的剩余电量是91% 而M1的剩余电量是88% 可以说基本上和官方所说的 续航提升时间是一致的 能够支持你往上冲浪17个小时 那对比一下 14寸的MacBook Pro 只支持11个小时的往上冲浪 所以你要说续航的话 这台M2的MacBook Pro 可能还真的是Mac系列里面的王者之一 那另一个还值得说的是 本次M2芯片采用的是 新一代的神经网络引擎 那由于测试时间有限 我们在达芬奇里测试了它的抠向 还有追动的时间 那两者的运算速度都很快 M2感觉确实要比M1稍微快那么几秒钟 但可能两者都太强了 说实话这个提升感知 并没有像别的东西这么明显 那在今年WWDC之中 苹果也着重聊了一些和游戏方面的内容 还有新的游戏引擎Metal 3 这个Mac玩游戏啊 老是想试一试 传统一能 只不过这次苹果看起来认真了一点 在Apple Arcade平台上架的游戏阵容 相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那我们在M2平台上测试了 祖传的Mac游戏CSGO 作为为数不多体验还行的游戏 在系统默认画质之下 2K的分辨率帧数是在70到120帧左右 而在M1的Mac之上 帧数在50到100帧左右浮动 相对来说M2会好一些 反正这两者都不是不能玩 你看看就好 总的来说M2芯片虽然性能提升有限 但是功耗的降低 对于发热量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优秀了一些 在测试过程中 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风扇的运行 那这一点还是值得夸奖的 那好了 夸完了M2的提升 我们是时候来聊一聊Arm架构的适配问题了 之前无论是我们自己采购的M1 Max 还是M1 Ultra的这些电脑 我们买来之后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DAMP的阻碍 那么这些问题 M2它能解决吗 M系列芯片超强的性能 确实在这两年里面 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很多以前需要转码的素材 现在都不需要转码 就可以直接硬件 一些需要用到神经引擎的功能 无论是抠向还是擦除 也都是快的飞起 那这样看苹果当初承诺的 两年从英特尔转向Arm的转换周期 已经兑现了 表现上看主流的创意软件 也都做到了原生适配 但是问题是你一旦开始用 不管你是M1 Ultra 还是这次的M2 一旦你遇到没有优化的特定功能 它超强的性能 超优的表现 都会消失 速度会暴跌 比如说达芬奇的降噪 你不加这个功能 回放4K50帧的素材 哪一点问题都没有 超级快 但是你加上之后 它帧率立刻掉到3帧每秒 完全没有办法播放卡的要死 但这个功能 我们又是不得不用的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你的感觉 就会非常的难受 尤其是你在赶着交付视频的时候 一开始看到它导出很快 然后一到有降噪的地方 就不动了 非常痛苦 哦对 这种特别急的项目 我们因为M系列的编码器 也翻车过好几次 在导出H64 或者是H65视频的时候 特殊素材的画面会碎掉 就像是这样 就会糊一下 还有糊一下 我们因此紧急换员过好几次视频 导致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而英特尔加AMD的Mac 就没有这个问题 稳如老狗 那现在我们规避这个问题的方法 就是先导出一个ProRes的母带 再把它编成一个H64的视频 这样会好一点 那假如你有一样的问题 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另一个对我们工作的影响 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M芯片 Mac雷电口的写入速度问题 那读出上 它确实没有什么异常 都很快 但是ARM叫过Mac的雷电口写入速度 我们在用了这么久之后 发现它始终维持在1000Mbps左右 相比理论上的4000Mbps 差的真的是很远 那这次换成了M2芯片 我们发现它的速度 也没有任何改观 那我们询问了一些技术专家 得到了一个假说 这不是确定的一个消息 只是假说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 TR安全芯片导致的 它会介入到外置的数据写入 导致它的速度受限 这个问题对于大的项目来说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毕竟数据传输的时间多了好几倍 但是Intel的Mac 我们测试下来 雷电口的速度 它都是可以跑满的 那也正是因此 这台M2的MacBook Pro 我觉得我真的只会推荐给很特殊的一批人 就是你又有做视频的需求 你又需要性能 但是你又不是太需要性能 然后你的预算又比较有限 那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用的是富士的XH2S 或者是松下的GH6 它们都能够拍4K的ProRes 那这台电脑就还是挺适合的 因为你数据量可控 又能够完全发挥出ML的性能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大疆的如影4D 那它6K ProRes的数据量 会达到每小时1.5TB左右 这时候你就会迅速掉进这台Mac的bug循环 它电脑内置存储肯定不够对吧 然后这时候你说 那我们来接个外置硬盘吧 然后你发现它只有两个C口 这口不够 于是你找了一个拓展屋 把它接上 哎 恭喜你 你发现它雷电口限速了 完成了商业闭环 苹果 喝点 所以到头来 我希望苹果好好地把这些流程上的问题给修一下 真的别顾着纸Metaltone了 这些问题随着使用强度的增加 对我们团队来说 真的变得越来越明显 哪怕是我这种特别喜欢新科技产品的人 这次看到M2的MacBook Pro 也有了一点白烂的心态 M1干不好的是 那M2还是没有干好 那我还不如给公司同时再采购几台M1的Air得了 对吧 入门款的M1Air现在价格是7999 而M2的MacBook Pro是9999 还有M2的MacBook Air这个选项 它价格是9499 那苹果在定价上真的太精明了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 为什么 那从另一面来说 单片M2看起来确实提升没有这么夸张 但之后苹果注定会发布M2 Pro M2 Max 还有M2 Ultra 那你一旦把这个芯片2块4块8块给拼起来 那它整体的性能提升应该还是非常可观的 可能能够翻倍也说不定 那谁知道苹果会不会出一个M2 Extreme 或者M2 Supreme 把16块M2全部塞进Mac Pro里面 那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M2 MacBook Pro的上手 不知道你还是否有兴趣看我们做M2 MacBook Air的内容 那如果做的话 我们应该会把重心更多的放在它的使用体验 还有它的外观上 那这个就是后话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也请务必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M2 MacBook Pro 第1个 Pro 保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